遇到這件事情,那是否想透露一下鏡頭 然後跟我們這些受害者們,然後就道個歉這樣子 可以,可以 那如果說假設前面是受害者,那你想要跟他們說手嗎? 我們冰店開業三十年,那沒有出過任何包 那這一次我是真的很對不起你們 我們不願意造成你們的不便 這幾天我不是不願意出來面對 是我本身我店裡面的事物也真的真的很多 要面對衛生局 光是他們的實現,我們就要在實現內做完所有的一個過程 我就沒有辦法出來面對你們 那後來透過黃小姐 我也透過黃小姐知道 還有其他的受害者 那我只能透過現在 你們新聞媒體記者跟你們 誠懇了,抱歉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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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可以跟您請教說 因為昨天好像黃小姐也有跟您談到補償的問題嗎 針對,因為現在好像目前已經統計有二十三人 就是有這樣的狀況 那冰店這邊就是有 後續就是他們可能有一些醫療相關的問題的話 冰店這邊會協助嗎 後期賠償的部分 醫療 醫療 醫療賠償 那是要一定的 那因為畢竟吃的東西 拉肚子 然後你去就醫 然後你有醫療單據 我們會評估你真的是吃了我們冰 我們一定會賠償 那至於精神賠償 因為每一個人的狀況 家庭狀況或者是可能需要再透過相關單位的協調 然後我們跟衛生局跟家屬 然後跟協調委員會他們去確定要怎麼相關賠精神賠償的部分 我們後續會慢慢談 那目前衛生局比較迫切要我們做改善的動作 就是先把店面全部翻新 就是翻修 然後基本的地板 什麼就是達到他們 就是規定的一個標準 那我也希望這些家屬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沒有逃避責任 我們做了三十幾年 我也希望我未來還有二三十年可以繼續做冰品給你們吃 那這幾天有很多我們的老顧客很關心我們 打電話來打氣的也有 打電話來罵的也有 我也謝謝你們給我這些支持跟鼓勵或者是一些建言 我都聽在內 我希望這件事情落幕之後 我希望會把冰店把它推向就是未來如果在高雄市在檢查冰品合格當中一定都是最優良的冰品 那我只希望說現在這些在醫院真的不舒服的這些客人們我只能跟你們不好意思 那給我們一點時間我們才能慢慢的把這些事情慢慢的解決 當天的天氣是真的很熱 那我們來柯樹其實有比平常多了一些 那東西方面的話我們還有比之前的配料還準備多一點 那早上一次跟下午再準備一次抱寶冰的配料 那但是那一天為什麼會出這個狀況 我們很多環節我都還在釐清之中 衛生局那邊他們後來採檢到的是 後來採檢到是已經我們就是 發生過後的東西 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個環節是有污染到還是說真的 真的我們的類藥品裡面有這個菌種 那直到衛生局在星期五那一天跟我們通報說 有黃小姐他們那一家的狀況 我們才知道這件事情 那可不可以請教說你們自己有在懷疑說 可能是哪一個東西出問題嗎 因為他寶冰他賭成的東西很多嗎 你們自己有覺得說可能哪一些東西是比較有可能會有出這個狀況的 都所有的東西都是有關聯嗎 那我們有15樣料品然後還有冰塊 那冰塊的部分 冰塊的部分我們就要請衛生局他們去查驗 因為原則上廠商或者是我們他們也會互推說 那來到我們家放冰塊那就是我們家的問題 那實際上冰塊的製程方面這個我們就要請衛生局去查驗到底過程當中有沒有問題 然後來到我們家然後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那我們家也不是說沒問題 我們家的問題呢就是可能在這製料的過程受到什麼樣的污染 這個也是衛生局跟我們一直在找的問題點 那因為這好幾天的時間我們跟衛生局一直在抓這個的時候 導致說我一直都沒有辦法去跟黃小姐跟其他的家屬 他們去慰問然後去跟他們講說我們的不是我們的怎樣 那其實衛生局他們也很矛盾說怎麼會爆出更多更多的PTT裡面 還有更多的受害者我們也不願意這樣 也是透過黃小姐的PTT我們才知道原來還有更多更多那一天吃到一樣包飽冰的客人 有聽說那一次其實明明有吃然後你們也是有身體不舒服的狀況嗎 我實際上我也有看診的收據 我星期三的早上應該是說星期三開店我們是一點左右中午左右開店 那早上有進一批新的冰塊進來 那我中午就是拿冰塊去加飲料喝 我就只有吃到我們冰店的這個冰塊相關的東西 那包飽冰的部分就是包飽料我都沒有去吃到 嘿我都沒有去吃到所以我只有跟冰塊有相關連 那這個我就不知道到底是有沒有相關 那一直到星期四的早上我就開始拉肚子 早上九點我就是去到診所去去掛診然後吃藥 我們那一天就公休 因為我很不舒服也沒辦法開店 一直到星期五 星期四公休星期五 星期五開店了 那那一天我也不舒服所以我人沒有在樓下 是我媽媽跟我兒子開店 然後到下午 下午然後衛生局人員他們就來跟我們講通報 說你們可能隔天要再公休 然後要做大規模的清理跟一些法規問題 叫我們也在停業再兩天